这节课呢我们讲WooCommerce的shipping设置 也就是物流的设置 入口是在WooCommerce Setting 第三个type shipping type 它下面又包含了三个二级type shipping zones shipping options shipping classes 第一个是配送区域 第二个是配送选项 第三个是配送的分类 我们逐个去看 配送区域呢顾名思义 就是你为你的电商网站添加 你可以配送到的区域 给它分成块 那么一个区域呢 可以有一个国家 也可以有多个国家 我们可以点这里去添加 也可以点这里添加 点这里 好 我们以美国举例 叫United States 那这个zone name呢 起的这个区域的名字 zone的名字 是给你自己看的 好 那我们既然起了美国 那可想而知 在这里选国家的时候 你只能选一个国家 对吧 所以复制过来 联想出来的美国去选它 那如果你这里 起名叫EU 欧盟 那这里就要选多个国家 像法国 德国 西班牙等等等等 你都要选进去 好 那针对美国这个区域 它只有一个国家 我们已经设置好了 下面为这个区域 为美国这个区域 我们添加Shipping Messers 就都有哪些配送方式 在这里点按钮 添加 那么Shipping Messers呢 分成三种 第一个叫Flat Rate 就是固定费率 你的运费固定收多少钱 收多少美金 第二种呢 是叫Free Shipping 就包邮 第三个是Local Pickup 是让你的买家上门取货 所以通常最后一个用的非常少 我们主要用前两种 拿第一个举例 Flat Rate 添加 添加了之后呢 可以点这里的Edit 对它进行编辑 点Edit 我们起个名字 假如说我们想给美国这个区域 添加三个物流方式 Standard 视频 这样 我们先不添加配送方式 我们先把区域这样一创建 我们看产品 看看我们在添加配送方式之前 这个Cut页面和Checkout页面 分别长什么样子 View 好 我们快速的添加购物车的 添加购物车一个产品 Add to Cut View Cut 好 你看到 这里面我们包括之前选的产品 一共六个 在这个Cut页面并没有物流方式上 你选 你只能有优惠券的话 你只能在这里用优惠券 并没有视频方式 好 我们回头 继续为美国添加这个配送方式 稍息 这是之前 刚刚那是我之前设置的 好 我们从头来 美国 区域是有了 但是它没有 Shipping Master 对吧 好 我们现在添加 添加一个固定费率 添加完了之后编辑 添加三种 其中一种是叫Standard Shipping 也就是普通的物流 第二个选项是叫Text Status 它是说明 你要不要为你的这种物流方式费用 收税 通常我们是不收税的 是让它含税 Textable 是含税 这样你的东西的售价 包括你的物流 都是含税的 用户呢 就不必在额外支付的税费 这样会大大增加他们的下达应援 提高这个下单转化率 好 我们为这个Standard Shipping 收10美金 保存 我们再添加第二种Flight Rate 那这个物流呢 就是快速物流 叫Express Shipping 那它也是含税的 收20美金 保存 我们再添加一个Free Shipping 好 这里也需要编辑一下 看这个手字这么大写 那这里你会看到 Free Shipping Requires 它的意思就是说 想要达成 想要你的买家达成包邮 需要哪些条件 可以下拉看到有四个条件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买家有一个 有效的 包邮的优惠券 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订单金额 达到了一定金额 就可以给它包邮 第三个第四个呢 不常用 大家可以下来自己看 自己摸索一下 我们选第二个 这里就是它下单的 想要达成包邮的最低金额 我们按199 那也就是说 它购买的金额 如果达到199 包括199 都可以给它Free Shipping 给它包邮 这里 Coupons Discoins 那这里呢 是 针对的一种情况 假如说这个用户买了200美金的东西 那相对于这个我们设置的条件199 它肯定是满足包邮的条件了 对不对 那假如说 在它购买200美金的东西之后呢 它又有了一个8折的优惠券 那如果它使用了8折的优惠券 它购买的那个东西 是200乘以0.8 是160美金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来解决这种情况的 假如说你勾选了它 那么这个用户买了200美金的东西 先去让200美金和我们的这个包邮条件199美金 去对比 那显然它满足了包邮的条件 好 那200美金再去应用优惠券 是160美金 等于最后呢 这个用户 既获得了包邮 然后它的东西又获得了打折 最终又160美金获得了包邮 如果你不勾选 那么它的200美金先去打折 打折完了之后是160美金 那样就和199对比 就不满足包邮的条件了 那么它只能获得打折的160美金 享受了折扣 但是不能享受包邮 所以勾选上这个是既能打折又能包邮 不勾选 是只打折不包邮 当然前提是它满足了这个 它原来的电单金额满足了我们的这个包邮门槛 所以勾选上是对用户来说有利的 这个你根据实际情况看要不要勾 我们先不勾 我们先不勾 保存 好 这是三个食品 我们试试好了 那我们再来到这个卡特页面再看一下 这些视频方式是不是都出来了 视频 standard的视频 express 视频 还有free 视频 包括价格也都在后面 这里有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standard的视频跟express 视频只标注了价格 但是并没有标注几天能送达 是吧 所以如果你作为买家的话 你看到这个你光看到有价格 那到底你们这个standard和express分别是多少天能送达呢 我不好去选 所以呢我们也会在这里再改一下 比方说这个standard的视频我们可以加个括号 标注一下这个standard的视频这种配送方式是几天能送达 比方说10到14天送达 保存 那express视频这个特快的配送是几天 我们假设3到7天 好 你发现你在这里改了名字之后 在这里刷新 他的这个也改了 所以你记得你这个 这个title 这个shipping message的这个title 在前端买家是能看到的 是能看到的 OK这是两个 这个standard shipping和express shipping 买家如果觉得10到14天我也能接受 那我少付10美金 如果我觉得我就特别想要 并且20美金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那我就选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设置的第三个free shipping 我们的门槛是199美金 那这里他的总价是414 显然是满足的 对吧 那我们看看如果他不满足的情况下 这个free shipping这里是会有什么变化 我们把这个5改成0 假如说他现在原来的6双鞋子 现在只保留了一双 更新一下购物车update 最终他只买了一双 总价是69美金 那么你看free shipping已经没有了 对不对 好我们现在再给他改成4双 再update 4双的价格肯定是超过199的 对吧 276 这样free shipping又出来了 可选 这就是我们设置的那个free shipping 好 那这里呢 还牵扯到我们刚刚一开始设置的那个美国配送区域 你看这里是配送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 所以他才会出现这些选项 假如说我们现在把地址改为 我们没有设置shipping zones的一个国家 比方说加拿大 随便选他的一个省 update 你看这里就提醒你说 对于加拿大的BC省来说 我们没有找到可用的配送方式 配送选项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里shipping zones只设置了美国 那么你除了美国之外的国家 并没有设置这个shipping methods 所以对于他来说就是 加拿大这个国家 就是没有shipping选项的 OK 那这样我们针对加拿大再设置一个shipping zones 添加 看到的 好选择加拿大 那为加拿大我们再添加一个配送方式 对加拿大的来说呢我不想设置特快 我也不想试试报邮 我就想设置一个最普通的 甭管你买多少钱 你都要付10美金的配送费 保存 好 这设置好了 好 那我们在这里刷新一下 这个地址我们还是保持加拿大PC省不便 你看这次有配送方式了 但是呢他没有那个前面没有那个选框 没有让你去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只设置了一种配送方式 对吧 你没得选 你只能用这个 要么你不买 这是这样来的 那除了美国跟加拿大 我们再换一个地址呢 换成澳大利亚呢 那肯定又没有这个配送方式了 对吧 好 希望大家对这个shipping zones有一定的认识 现在 好 我们下面去讲这个shipping options shipping options呢 刚刚有提到 它是对整个网站全局的shipping的一些基础设置 第一个calculations 那是把这个shipping计算计在cut页面激活 我们要不要激活 当然要激活 对吧 你不激活的话 这一块 你可能会看到价钱 比方说我们还是切换回美国 Audit 你看这里出现了 那我们如果给它不选呢 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们先不刷新 不选呢 并不代表说这里不出现 这些选项不出现 而说你不能去换地址了 现在我们刷新 你看三个选项还是在的 但是你看 你在这里不能换地址了 那你不能换地址了 这个它就不能帮你去计算了 计算这个你的邮费了 但是原来的这些默认选项还是有的 所以我们是需要把它激活 激活了之后 选项还在 并且下面有一个切换地址的按钮 在这里 那这样的话 你一换地址 比方说换成加弹大 它又给你重新计算 你的视频的价格 那就是10 这是这个 KQL 第二个是 隐藏物流费用 直到你填到 填了一个地址 好 我们构选上看一下 你看 那个价格10美金就没了 对不对 直到你要去填一个地址 那我填了加拿大 填了州 还不能给我计算吗 还真的计算不了 你记得把后面这两个城市 包括邮编都填上 才能给你计算 好 那我们就填美国吧 还是选美国 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 洛杉矶 好 你看我们四个都填完了 再update 它再帮你算 好 所以我们呢 是不勾选这个的 所以还是那句话 还是那个 本质上都还是说 让用户的下单流程尽可能的 尽可能的简单 不要中间设置太多的这个障碍 让阻碍它去下单 所以这个我们不勾选 让它仅仅填了一个国家和一个州 就可以给它计算式兵了 好 这里不勾选 那 shipping destination shipping的目的地 我们先保存 这个呢 要去checkout的页面去看 我们点 proceed checkout 来到checkout的页面 那么你可以看到这里是有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呢叫billing address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没显示 正常这里是会显示的 billing address 账单地址 那这个表格呢是叫真实地址 收获地址 你看你把它勾选了之后 下面又出来了一个相同的这个表格 好 我们再回后台看 你看它默认选的是中间这个选项 默认发网顾客的billing address 那也就是说你在这里填完地址之后 填完名字填完地址之后 你 你的账单地址 是什么 他就把东西直接寄到你的账单地址 大多少情况下是这样的 因为比方说我家住在哪里 对吧 那我办信用卡的时候可能就以我家的地址去办了 那所以你的账单地址 其实就是你家的地址 也就是你的收获地址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如果我是在纽约 在纽约住 但是呢 这个未来一段时间 很长一段时间 我可能都要去到这个加州去工作 我信用卡是在纽约办的 但是我收获地址要去到加州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选择这个选项 default to customer shipping address 那选这个选项的话 我们看看会是什么样的展示 billing address仍然不变 还在这里 对吧 然后下面这个本身默认该是不勾选的这个表格 他默认成勾选了 这个表格自动 第一时间就给你展示出来 那这样的话 你的账单地址 像我刚刚举的例子来说 我的纽约的信用卡的billing address 账单地址就填上 然后呢 这里再填上我真实的收获地址 加州的收获地址 发货的话 以这个为准 以这个地址为准 但这种情况下通常还是比较少的 还是比较少的 所以我们肯定选第二个 对吧 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了 如果真的遇到这种 我在纽约办的卡 我要在加州收获 那人家自己会勾选的 你看这里 是不是要寄到不同的地址啊 对吧 如果人家有这个需求 那再点开去填 就OK了 OK 强制寄到 用户的billing address 那这个也不太好 对吧 你就 你的账单地址是什么 你的信用卡在哪里办呢 你就直接寄到你办信用卡的那个地方 那显然不合适啊 就我刚刚说的那个例子就解决不了 对吧 我现在在纽约 纽约办的卡 然后我现在在加州工作 那你肯定是搞不定这个情况的 所以我们肯定是选第二个最好的 是一种平衡的办法 哪个情况都可以兼容 所以选这个 debug mode我们就不用看了 这个呢是 需要技术调试的时候 要把这个模式构选上 去调试一些东西的 去改bug的 好 我们保存 这是shipping options 这些选项 你可以看到很少 就两个其实 shipping classes shipping分类 这个是用于什么情况呢 比方说 我现在是用Wocommerce建了一个 general style 一个杂货铺的商店 我既卖一些小玩意儿 小的gidgets 小东西 也卖一些比较大的东西 比方说一些家装类的东西 家具类的那些东西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有必要把这些东西呢 按重量进行分类 按重量进行分类 一些小东西呢 我们就按刚刚那些shipping methods 去走 对吧 你想要普快就收10美金 你想要快就收20美金 那一些大的东西呢 我们肯定这个10美金20美金 是cover不住 是支付不了 这个正常的物流费用的 那我们需要对这些重的东西 进行额外收费 记住是额外收费 好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遍 那么 对于我来说呢 我觉得就添加三个就好了 0到3KG 小写吧 KG 添加 再添加一个 3到10KG 再添加 10 那就直接是10以上 就OK了 好 你看我分成了三个类别 像这种 0到3公斤很轻 还有一种是不重不轻 3到10公斤的 还有一种是 可能真的是大东西了 10公斤以上的 我们分成这三个类别 OK 分好了 那么我们再回头去看 我们的shipping zones 以美国举例 进去再看看它的shipping methods 其中这个三个去看 一看 这里多了三个 我们刚刚见shipping class 对应的这个选项 对吧 那它们是什么意思呢 假如说 我刚刚说了 shipping class通常是用于 在支付额外费用的时候 会使用它 0到3公斤的东西比较轻 那么我们为每一件东西 额外收5美金就好了 3到10公斤的呢 相对于还不是那么重 我们对于它每件收 额外收10美金的费用 对于这种10公斤以上的 很重的 我们对它每件收20美金的费用 当然这些数是我假设的 你可以按你的规则去订 然后这里放 你把手机放在问号这里 你可以看到 这有一个小的短代码 我们把这个短代码复制进来 这个构成的是一个中括号 然后里面是三个字母QTY QTY其实就是quantity数量的减写数量 这里有个称号 OK 那么我们为0到3公斤的产品 每多一个我们为它多收5美金的费用 那么就是5乘以这个数量 3到10公斤的呢 我们为每一件这样的产品额外收10美金的费用 对于这个10公斤以上的比较重的东西呢 我们收20美金 好 你看这是一个小的公式 那这样 假如说我买了一个1公斤的东西 比方说一双鞋子吧 那大概就是这个1公斤以内 买个鞋子 买了一双鞋子 那么我需要支付多少的费用呢 我买了一双鞋子 并且我在美国 再并且我选择了standard的设品方式 那么我需要支付的物流费用是5乘以1 因为我买了一双5乘以1再加上10是15美金 那如果我这一个订单为我的家人也买了鞋子 总共买了三双鞋子 我需要支付多少费用呢 我需要支付5乘以3 三双吗 那就是15 然后再加上10美金 一共20美金 25美金 一共25美金 我们保存 我们去 卡的页面再去看一下 好 我们刷新 选free shipping就不用多说了 对吧 仍然遵循刚刚那个满足199面 已经给你包邮 如果我选择这个standard的食品 我忘记了一个东西 忘记了一个东西 我们需要去到产品页面 我们需要去到产品页面 对这个产品来说 因为我们虽然在这个 在这里 在刚刚这个shipping method这里 我们虽然在这里设置了这个shipping class的收费的标准 对吧 设置了收费的标准 但是呢 我们并没有告诉WooCommerce 并没有告诉我们的网站 这双鞋子它有多重 对吧 它是归为这三个类别里面 哪个类别呢 并没有告诉他 对吧 现在我们需要去告诉他一下 来到这个产品 这也是我前两节课 好像有埋了一个点 在shipping这里 你看它有一个shipping class 就是在这个时候用的 那这双鞋子呢 一双鞋子 假设它是一公斤的 对不对 一公斤 然后我们在这里就要选哪个 0到3公斤 那大家可能会有个疑问 就是说这里既然标了重量的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这里勾选呢 这是因为一般的WooCommerce店铺呢 对于一个公司来说 它可能不是一个人在管理 它可能是几个人一起在协同管理 可能其中有一个是仓库专员 那么他呢 跟这个采购专员一起合作 采购把鞋子买来之后 那么这个仓库专员可能把每双鞋子 需要称个重啊 或者打个包啊 然后就堆在仓库里面 对吧 所以这个仓库专员可能负责把这个鞋子称重 然后他来到网站后台 在这里填个1 这里他不管 下面这个shipping class他不管 那么后来 这个公司的 这个怎么叫说 推广专员吧 或者说市场专员 那他们呢 是会去刚刚我们的那个shipping里面 去设置那些shipping class shipping methods shipping zones 去设置那些东西 并且呢 他在这里来去勾选 那也就是说 这个重量是 可能是仓库专员 在这里标记下 是给后来的市场营销人员去看的 市场营销人员来 一看 这个鞋子重1公斤 那正好跟我这个shipping class比较契格 那我就选0到3 这样来的 OK 现在我们给鞋子分配好重量了 是这个shipping class 这个级别的重量 所以我们保存 我们再刷新 这没错了 是不是有 OK 现在变了 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反应特别慢 我们改成5再试试 OK 你看他这个收费标准是35美金 他是动态的 就是随着这个数量 我们购买的数量变化 他这个收取的费用也是变化的 我们刚刚的公式是 我们买了0到3公斤这个级别的东西 重量是在这个区间的东西 那么一双 一个东西额外收5美金 对不对 然后这个standard的shipping本身 一收10美金 我们算算对不对 5乘以我们为每双额外收取的配送费用 是5 5乘5是25 25再加上原来的standard的shipping是10 就是35 没错的 对吧 这个改成10的是多少呢 如果改成10的话 大家自己在心里面算一下 看看跟update之后的这个数值 能不能对得上 16是 那我们选这个express 你发现你不管数量是多少 它都没变 那是为啥呢 因为我们刚刚在这里 在后台的shipping这里 我们只设置了standard的shipping的这些shipping class的公式 我们并没有算它 并没有为它设置公式 你看它是空的 空的的话 那就是相当于是0了 0加20 那就还是20 好 我们现在也给这个express 给它赋予一个shipping class 那因为是特快嘛 特快的话 你相同的重量 收取的费用还是不一样 那这个可能就是10 0到3公斤级别的东西 每一双额外收个10 3到10公斤的额外收个20 10公斤以上的额外收个40 保存 再来这刷新 好 你看这里就变了 对不对 我们再算一下 看这个对不对 对于特快 当然前提你千万不要忘了 这个大前提是我们 是在美国这个shipping zones里面 美国这个shipping zones里面 设置的这些配存方式 每个配存方式里面 又设置了shipping class 的额外费用 所以大家 你这个地址要选美国 不选美国的话 这些都不工作 选了美国 然后 对于0到3公斤这个级别的东西 我们每一双收10块钱 7双 就是70 再加上原本的Xpress 是20 就是90 好 希望这里说明白了 我们 我这里帮大家回顾一下 首先设置shipping class 你先对你的产品进行分类 通常是以重量进行分类的 分类完了之后呢 你要来到对应的shipping zones 的对应的shipping methods里面 要赋予他们 要告诉这个你的网站 每一个公斤级别的东西 你要对它额外收多少钱 这里 最终呢 是这个额外收的钱 乘以数量 再加上原本收的这个费用 是最终的配存费用 同时大家不要忘了 你设置好这个shipping class之后 你要去到产品那里 为每一个产品 去选择它对应的shipping class 看看它到底是有多重 OK 那视频这里就讲到这儿啊 因为WooCommerce 它的shipping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只有这几种 只有这几种 有的像一些大型的网站 它在这个 像下半年销售 这个电商忘记的时候 它可能会推出圣诞 万圣节 各种不同的这个 节日特惠吧 可能会需要各种复杂的 不同的shipping methods 那个时候 我们仍然就要去装第三方插简 来补充WooCommerce的shipping功能 好 这几个讲到这儿 好